主要是我们感谢你 在这2023年1月1号 这么好的日子 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今天来了不少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庭院里看到 其实每个角落 是做不完的事 不过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 我们清理了 还是有需要清理的 我们已经度过的年岁 已经不想再过的日子 还是要重新再来过 因为日光之下 没有什么新鲜事 但是我们责任范围的 我们需要清理的 都得要努力的去做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和牧师也是不停的在动 所以呢身体也会越来越的强壮 也是带动着弟兄姐妹 年轻人做我们也做 我们都是努力的 在做好神交付的 不过呢大家眼睛看到的 依然都还是有点凌乱 因为秋天来了 如果是春天都被绿叶所盖住 那么秋天的时候呢 这个地上就会有很多的断枝 你看这些枝头断在地上 我们就需要花一点力气把它捡起来 短的枝子我们可以捡得动 但是如果长的大的 那我们就需要自己来帮忙了 来看看我们这些枝头每一次来 每来一次 这个亭面就干净一次 像这些落叶 就算我们不吹它 可是大风一来 还是会把它吹到一边去 可是我们一来过那一天 这个整个亭面就会焕然一新 那么我想我们人也是 想我们花点功夫 多祷告一次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焕然一新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为我们这个姐妹 你看全副武装 戴好了口罩 戴好了帽子 那么来动一动 想必他等一下动一动 就会一身汗 我现在就是 我动一动讲讲话 我就是身上 是就会出汗 那感谢主 这是新神在现 这是健康 这是神 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的一成姐妹 在穿着红衣服 在我们这个情愿里面 显得特别 特别特别的这个显眼 你看这个情愿里面 这个乌兰是黄是绿 那你看我们这对夫妻 他们远到来帮助我们 看到我们 他们心里爱我们 感动 他才会愿意来帮助我们 很主动的来为我们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活动 来行动 感谢赞美族 我们看到那边 还有一位姐妹 在那边 把我们的这个台子上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BBQ 在这里 可以很多的朋友在这里 那都需要 这个地方是干干净净 但是日久 看下地上 这些木板也都会需要留修 希望有一些会懂得装修的弟兄 能够把天棚房改成 有当过自己的家一样 能够来参与服事 来修修补补补 其实都是 对于一些人来讲 是很简单的事 对我们来讲 也许是困难的事 在神国也是一样 很多对于上帝来讲 是很简单的事 对我们来讲 要除掉自己的费 而且很困难 其实呢 只要我们肯 那神就可以帮助我们 做好一切 神来帮助我们的事 我们感谢主 我们手里赐福给 所有在这里 辛勤努力 一起来经营建造 我们这个 活水得胜的天棚堂 天棚堂 这里的路名叫 天棚堂 所以我们叫 活水天棚堂 等完的条街 叫做 叫做 得胜福乐祭 所以 活水天棚堂 能得胜福乐祭 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过 天棚堂的父母姐妹 等将来还要再来 还有你们朋友来的 都会成为天国的朋友 能祝福给所有的人 动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